第五个我们来看很重要的 就关于比特币 比特币的话 现在的话美国的这个SEC 最近宣布核准11档 指数型股票投资基金 ETF的比特币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上市 那么这个呢 但台湾的话呢 投信业值要做这个比特币 可不可以不行 台湾的这个只有美国的证监会 证完会是许可的 那我们看到像包括 贝莱德 景顺 富达 方舟 这些都有来推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比特币 价格涨了很高 涨了这个70% 那所以比特币的发行 对于整个流动量是很大 那也进一步的树立 比特币的一个这个 等于是加密货币的地位 其他的你都没有听到的 以太什么等等 你什么狗狗币 什么这些通通都没有了 剩下的大概就是比特币 但比特币 台湾对于这个开放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